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緊接著再來到板橋區南亞東路的 眼鏡仔豬血湯 民國61年創始店,24小時營業 那這間店在當地也是非常知名的店家 那我應該只能再吃得下一碗湯而已 那其他部分我就不吃了 那我就吃這個最精華的豬血湯 那可以看到這個豬血湯吧 裡面就是有用這個藥材 當然還有很傳統的這個麵線啊 炒米粉、炒麵這些的 那請問你們這邊最傳統的就是這個 鹹菜豬血湯還是招牌豬血湯 就招牌湯 好,那就招牌湯 那我要內用 謝謝 那請問這間店已經開多久了 我想這樣 喔,好,OKOK 好,那就拍這樣就好 那這間店已經開很久了嗎 二十年 二十年 OK 感覺還蠻快速的喔 有阿 然後用餐區的話 大概可以做快二十個人 那因為現在才五點多嘛 所以現在就被我包場了 好,很簡單喔 但是也不簡單 就這兩個湯 然後跟其他的這個 好,我念出來好了 招牌豬血長湯 鹹菜豬長湯 鵝仔麵餡 炒麵 炒麵 然後價錢都還蠻平實的喔 好,那從店內往外 望出去就是這樣喔 應該是算在夜市裡面啦 好,那重點就是這一碗喔 號稱這個板橋 非常知名的豬血湯店家 然後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好,那就先從重點湯頭喝喝看 看起來還蠻清爽的感覺喔 嗯,味道很濃 然後還帶著些許的沙茶 應該是沙茶的味道跟 藥燉的味道喔 還有點酒味吧 然後湯裡就還有一些 很傳統的這個酸菜喔 湯頭就是很傳統的味道 然後帶著些許的藥燉 藥燉湯頭 好,那這個豬血應該是蠻好吃的喔 還蠻滑口的喔 好,就等於是用這個鴨石輕輕一咬 它就 就切開了喔 就切開了喔 好,那我剛剛 用湯匙把它切開喔 好,就是可以看得出它很滑嫩喔 好,真的不錯 好,那店家並不知道我要來訪啦 所以這一切都是這個 最真實的呈現喔 好,但是我剛拍之前問他 他說可以拍啦 好 嗯,好吃 豬血就很滑口這樣子喔 有點類似這個 蒼吉街豬血湯的感覺喔 好,蒼汁也不錯 嗯 好,腸子處理得很乾淨啦 然後就是咬起來有這個 腸子的這個 油脂的乾甜味喔 好,不錯 很好吃 嗯 嗯 好,這樣搭配起來 吃起來還 感覺蠻豐盛的喔 好,不愧這個板橋很知名的這個 豬血湯店家喔 不錯 好吃 好,那這個就是 處理得很乾淨啦 就沒有那個粉粉的 嗯 好吃 好,這樣的湯頭 然後配上這個炒米粉 就可以吃得很飽了喔 好,一樣配上這個韭菜段喔 嗯 很傳統的味道 很推薦喔 很好吃 好,這樣55塊還 漆皮質還蠻高的喔 但料還蠻多的 嗯 好吃喔 為什麼這個顏色這麼深 好,吃吃看 嗯 可能有肉網之魚喔 那個感覺應該是煮比較久吧 好 好,那總之 湯頭是好吃的喔 然後這個材料都很豐盛 也不錯 然後個人覺得這個分數是90分啦 很有水準這樣子 算是一碗很好吃的豬血湯喔 然後也不油膩這樣喔 因為有豬血湯會很油膩 它這個不會喔 還蠻清甜的喔 因為這家店沒有名片喔 那我的Andy就這樣結束了喔 如果說有經過這邊的話 可以來吃吃看喔 或者是你想要專程來吃 我覺得也不錯 然後24小時也很方便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喔 掰掰